农场勿到之后 农场在农场勿到之后 勿到之后呢 勿出来他大勿 格武之之之子 那么勿了格武之之的原理 他到底勿了格武之之 这个格武之之什么道理呢 他其实他的格武之之就 在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格武之之之理 就必须要做到知行合一 知呢其实就是 行的这个开始 知为行之始 行为知之成 行呢就是这个知的结果 所以说呢知行合一 知良知 知呢就是行 良知呢是我们的道德 内心的本事具足的这个道德 这个行为 所以格武成功了之后呢 知知呢就才善完成 知行合一 这个知行合一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知良知的意思 知就是良知 行就是知 知行合一和知良知的关系 就是一个二 二跟一的关系 所以说呢这个是互相通的 知行合一就是抓手 良知呢就是目标 人的本性 人本性有良能 人的本性当中 本来有良好善良这个能力 所以说人的道德 人的这个良能 善良这个能力啊 本来就是本事具足的 本来就有的 能借胜 自成 成自知 靠格物自知 靠诚意来 这个达到良知 良能 知良能是良知 能良知是良能 心起天 无事欲 圣能心 清天热 圣能心 圣能的心就像 这个晴朗的天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天一样 有蓝天 有太阳 贤能心呢 就像云天热 就像 有云的天气啊 这个云 云彩过后呢 他是也能 见到这个 太阳的 那么 愚人心 埋天热 愚人的心呢 就像阴霾的 天气的太阳一样 啊 知见障 人欲弊 如果看不到 这个 这个自己的良知 就是因为有了障碍 是因为 人的私欲啊 遮蔽了自己 客己醒 良知出 能够 客己自省的话 那么良知就出来了 所以 身心觉 开本会 尽心性 知天命 应天命 觉世行 啊 你在这个 呃 应了天命 感应了天命啊 天理 这个本来的意思 那么 你的觉世和行道 都通了 这个大道呢 就越走越光明了 所以知心合一 知良知啊 这个可能 有些伙伴听起来 就是 因为这个是国学的 一个思想啊 也是我们一个 今天来讲 这个知心合一啊 这个开 开篇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王阳明的 知心合一 知良知啊 王阳明到49岁之后 49岁之后 他就只讲这个 知良知了 知心合一 各物知知 知心合一 他都不讲了 就讲知良知 知就是行动 行为 行啊 行就是知 良知就是你的 本事具足 心体本身的啊 心体本身里面的 这个良知 审判自己的 道德行为标准啊 所以说你审视自己 本事具足的 内心里面就有的 这个就是良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跟这个 呃 讲了这个 引用了这个 知心合一 知良知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自己 我们凯利的文化里面 有什么来影响 我的这个良知啊 当然是从我们的 价值观开始讲 就是我们是长期主义 平衡共生 所以做凯利这个项目呢 他是一种长期的行为 不管是老板的格局 眼光 还有我们伙伴 加盟进来做凯利啊 都要本着一个 长期经营啊 不是说一锤子买卖 也不是说干几天啊 就不干了 或者说呃 干几天赚一点钱 为这些目的 长期的和凯利啊 在这个凯利里面 获得财富 获得健康啊 获得自由 所以呢我们要本着一个 长期主义这样一种价值观 平衡共生呢 是代表了 我们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平衡啊 这个balance 所以说呢 世间万物就像你的身体健康一样 也需要达到一种平衡 才能一起共生 那么使命呢 我们的使命是以挑战为使命的 和你一起创造奇迹 你看到了没有 和你一起呢 这个意思就是公司和你一起 还有呢 你的伙伴关系里面和你一起啊 所以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能够创建一种伙伴关系啊 不管是本团队 旁团队 旁线 这些都是凯利的伙伴关系啊 和伙伴一起来创造奇迹 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啊 自己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着 这个生命的意义的生命的价值 这些都是我们以这些来为挑战的 来创造我们的奇迹的 那么这个愿解呢 就是要组成一家 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行业领先公司 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啊 做到受人尊重为前提的一家领先公司 前提就是说先要受人尊重 并且呢 我们这个在行业里面呢 能够领跑 能够领先 这是我们的这个资的方面啊 那我们还有行的方面 行的方面 当然我们有行为的准值啊 首先呢 讲到是正立 正立呢 就是我们的政策与程序里面啊 政策规定这个纪律 这是公司层面已经规定了 这一点呢 是今天我重点要跟大家 伙伴们分享的啊 我们呢 这个在政策要求规定 特别是团队快速发展之后 我们如何来保障到我们团队之间啊 整个凯利的伙伴之间快速发展也好 建设团队也好 项目的发展也好 我们如何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准则啊 来 让我们来衡量 这个呢 并且能够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圣人的话啊 圣人 贤人 和愚人 那么我们有很多人能做到贤人已经很不错了 对不对 偶偶的话难免会有云彩飘过啊 挡住了太阳啊 叫贤人心 云天热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B2这个 有没有一个准则规范 有一个政策啊 就是公司的P&P 就是这个政策程序里面 有没有一些规范 有些依据 让我们去参考 呃 这里面呢 首先有几点是政策与程序里面 我讲到团队建设里面几点重要的 第一个是叫展幻团队 还有个叫跨团队推荐 和不正常的诱导 在凯利里面呢 我们规定 什么为展幻团队 就是你在申请成为 凯利品牌经销商号 有下列三种情况呢 金属于展幻团队的 原本在凯利已经是品牌经销商了 重复加入 如果呢 在团队当中 能拥有共同经营人 合伙人 联名申请人 这个或者以公司加入的是股东 等共同的经营身份 还有未满足符合180天 等待期就在申请加入的 这个都是属于 转换团队的这个不规则行为 还有一个呢 跨团队推荐 及跨团队招募 包括招募不同团队之间 现有的品牌经销商 还有呢 没有符合180天等待期 规定的品牌经销商 你去招募了 在180天等待期内 进行销售或推荐 品牌经销商的这个行为 都属于跨团队推荐 还有呢 第三点 不正当诱候 不正当的诱导 以诱户鼓励提供利润 或其他任何的方式 帮助另一品牌经销商 进行转换团队 或跨团队推荐 如果有向凯利品牌经销商 以直接间接 或透过其他品牌经销商 可得知的 这个社群媒体方式 提供展示 介绍产品 或其他网络营销 公司的产品的 这个事业机会 也是为不正当的诱导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作为品牌经销商 不得推荐 其他活业品牌经销商 或其家属 商业合作伙伴 作为自己的 下线品牌经销商 不得明示或暗示 对凯利有兴趣的个人 如果不加入你的下线 就会不给他 提供事业的帮助 或他就不能参加 公司组织的会议 这种方式 来不正当诱导 如果潜在申请人 已有明确意向 要跟随他的推荐人 你呢 这个时候不得以用金钱 产品或任何其他福利方式 来诱导 其潜在的申请人 加入你的这个团队 线下组织 你的下面的组织 所以说 人家已经有明确的意愿 跟随别人了 你这个时候 人家志愿加入 哪里都可以 因为他没有加入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说用金钱 用产品 或者其他的福利 来诱导的话 这个都属于为 不正当的诱惑 这个都是违规的 像凯利推荐 展示其他网络营销公司的 商业机会和产品 也是为不正当的诱导行为 如果潜在申请人 这个刚刚前面讲到一条 明确的像要跟随别人 你这个时候拿出金钱 或者说有其他的利益 来诱导的 也是属于不正当 这个诱导 这些都是违规行为 品牌经商商 不得使用配偶 或亲属的名义 商号或伪造 虚构的税务编号 身份来规避这个政策 有些说 我用家里面的人的名义 重新加入 或者说用个伪造的商号 公司这种名义来加入 这个都属于不正当的 这个诱导 都属于这个违反这个规定 转换团队 跨团队推荐 以不正当的诱导 由于转换团队 跨团队推荐 不正当诱导 对品牌经销商公司 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每位品牌经销商 如有合理理由怀疑 其他品牌经销商 违反本公司政策协议之行为 均有义务 尽快的快速的通知公司 进行处置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面也有个例证邮箱 这些举报的例证的信息 这个证据就会发到这个例证的邮箱 C-O-M-P-L-I-A-N-C-E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自愿退会 结非自愿退会 第一个讲一下 自愿退会 自愿申请退会的BP呢 在退出后 180天之内 不得递交申请 再次加入 这城外凯利的品牌合作商 品牌经销商BP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非自愿退会 什么叫非自愿退会呢 如果发生下面的情况 凯利呢 有钱在不经过 这个品牌经销商同意的情话下 单方面终止 品牌经销商的协议 包括但不宪议 第一 违反BP协议条例 第二 违反我们的政策程序 P&P规定 违反奖金制度条例 违反与凯利相关的任何法律法规 参与不到的商业竞争 这个在P&P里面都有规定 在我们的会员呢 back office 我们的后台都有版本 都可以参考 退户产品超过300美金 如果发生以上的这个情况 BP呢 都属于非自愿退会 这个BP退会之后 一年之内 不得重新加入凯利 这个是非自愿退会 属于处罚的 不能在一年之内加入 那么什么叫等待期呢 180年的等待期呢 任何前BP 包括联名申请人 在取消跟凯利的协议之后 品牌经销商协议之后 必须等待180天之后 才可以重新递交 申请成为凯利的BP 这个时候你 这个180天过后 你可以重新选择 谁作为你的推荐人 但是在等待期期间 如果发生任何的 品牌经销商相关行为 将会重置 重置180天等待期 就是说 如果说你发生了下面的行为 你的180天 要重新开始计算 这个行为包挂 但不限于 你参加公司 凯利公司举办的会议 你销售公司的产品 或者向其他人 推荐凯利的试验 如果你在这个180天 退出之后 180天之内 在这个期间 你发现你已经 向别人推荐了凯利 或者参加了凯利的任何会议 或者销售了凯利的任何产品 那么你如果说 到179天的时候 你的没有满180天 那么对不起 你这个180天 又要重新开始计算了 这样才是叫满足180天 等待期 所以在没有达成 180天等待期之间 你是不能参加公司会议 你也是不能销售公司的 任何产品 也是不能向他人 推荐任何凯利 任何人推荐凯利的事业的 这个叫做180天等待期 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 在这个期间 你退出凯利之后 你不管你家在哪里 找到任何的推荐人 你这属于违规的 你的账号就按照 P&P的程序规定 你的账号叫非资源终止 你的品牌经商协议将会被终止 你的账户将会被关闭 这个责任要自负的 所以说这个阵力里面这一条 随着谈对市场规模快速的发展 大家希望每一个伙伴 在这个叫没有规矩不成方言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要求之下 因为我们刚刚讲圣贤之能 圣人的话 它是能够叫圣人的心的话 圣清天日 圣人的心像晴天 晴朗蓝蓝的天空一样 它没有乌影 那么有一些人伙伴说 你要像圣人一样要求 太难了 贤人心云天热 因为圣人心的话 它内心本来有 完全自良知了之后 按照自己的道德规范要求 所以不需要外在的一种 这个叫自家能够有一个准则 而不需要出于对外 这些规范去规定它 它就能做到了 但是贤人 我们的贤人之外 一般人的话 有可能会 这个没有做到这么高的觉悟 那我们需要有一些 去了解我们的规定 那了解我们的规定之后 那么请你遵守我们的公司的规定 这个叫正立 第二个是团队方面的 每一个伙伴 每一个团队 都要给团队的伙伴 有一个铁力 就自己的团队 有一种规范出来 如何做到正常的 正确的去开发这个市场 就是凯利 这个是一家 凯利的螃蟹 你不要去就刚刚我前面讲到的 不争当的诱导 跨团队的推荐 转换这个推荐团队 你一旦这个行为发生 请举报到这个例子牛箱 那么证据确逐 将会按照这个公司的规定 P&P政策与程序规定来 严格处罚 所以团队要规范 告诫团队的伙伴 要按照这样自己团队 也要设立一个体力 如何就是在市场上 如果说有竞争的公司 我们也不要去抹黑笔了 我们也说自己的公司 这个项目 自己项目的这个优势 优点就可以了 所以团队也要很多的体力出来 所以我这个话又回到 我刚刚讲的凯利公司 做的是长期主义的一个项目 平衡共生 平衡共生团队 伙伴之间要平衡共生 螃蟹团队之间要平衡共生 全球的健康产业事业里面 跟别的竞争公司也要平衡共生 所以说平衡共生是整个社会 去达到的一种平衡 这个叫道法自然 所以说我们追求的是这样 那么团队公司有了这样的政策 团队也有这样的体力出来 然后第三条就是自立 自己规定自己 个人如果说要追求自由 首先要有自立 如果说没有自立的人 是找不到这个人生的自由的 你要想要自由 首先要自立 所以自立这一条 我希望每个伙伴今天能有机会 来听我这个赢家学院的 这个内容的伙伴 每一个人能从自己开始做起 自己做到自立 这个就像前面讲的 王阳明的心学里面说到的 自良知 自良知 因为这个良知 本身在你的心里面 是本事具足 应该具有的 那像朱熹讲的叫明明德 明明德的话 明德就是本事具足的一个道德 这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明明德呢 明就是要插量 插量自己的这个本体 这个心体 所以明明德就是能够助到自立 其实有时候 偶偶的这个念头出来的话 有一些不规范的念头出来的话 也要及时的插量自己 做到自己去规律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 很多人大家一样 包括我自己也是凡夫熟止 对不对 也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 所以有时候也要会经常的告诫自己 自己去规律 规定自己 所以自立呢 对我们这个 不管是从公司的正立 到团队的体力 到自己每个人的自立 这个如果整个凯利公司 我们上面有正立 团队有体力 每个人能做到自立的话 我相信这个凯利这个项目 才能做到这个成为 受人尊重的行业领先公司 所以我们要成为受人尊重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打造这样一个项目平台的话 我希望大家从正立 铁力 从智力 公司团队 个人 每个人呢 都去做好自己的规范 做到自良知 做到知情合一 自良知 知情合一呢 就是我们的抓手 自良知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呢 在这个行为整折规范里面 大家在这个同一个这个项目里面 凯利的事业里面 我们希望去平衡共生 平衡共生 就是每一个这个个体啊 大家富为主体 凯利是一家 我永远这样归 就是跟大家来讲这一点 所以呢 我们叫 如果说你在这个项目里面 你是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去诱导别人 导致的后果呢 就只能致富 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 凯利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我们才适应型 还没开幕 那么我们希望呢 虎伴们呢 在这个开端的时候 就做一个良好的开端 自己呢 要致力 团队领导人呢 也要实时的 教导大家 公司呢 也会按照严格的正理 来去规范 这样一家公司呢 才能长期主义 走得更远 那第三个 我来讲一下这个良知 良知我们追求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有了这个知情合一 有了知 有了形 这个呢 就是知 知就是我们文化里面 我们要追求的 这个价值观 我们的使命愿景 我们的文化 我们在遵循这样的文化之下 就是我们对这个 人生的话 也有世界观 价值观 是吧 那个我们自己 有文化 公司的文化里面 有这个 那我们的行为整则里面 我们有这些规定 团队有这些规定 自己有这些规定 那么再到我们的良知 到我们的良知呢 我们追求的是 这个真善美 真呢 我们就是求真 求证 我们要真正 真实 对于我们的项目 最宣导的时候 要真实 做一个人来说 我们不虚假宣传 我们不会去 不正当的诱导 我们中一个真实的本我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要真 我们这个善呢 就是善良 善良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 在腾信公司 他也提出来 对于公司来说 他叫科技向善 对于我们来说呢 以人为善 是吧 以人为善的话 那你有善良的一颗心 那么今后 你有这个善心 这个触发出来 你的初心是善良的 那么良知 良知就出了 良知就会出来了 你的本事具足的 这个道德 这个行为 就让人家能够感受到 所以说呢 真 求真 求正 善就是善良 真就是真正 真正 善就是善良 从善良的一面呢 让人家感受到 这个 你的这个 人是内心的心灵 是很干净的 就好像 你用道胜合乎的一句话 道胜合乎说 他的追求 就是说 来的时候 走的时候 比来的时候 自己的灵魂 心灵 更干净一些 就可以了 所以人呢 这个善心 善良 这个良知 其实是本事具足的 本来就是有的 只是呢 外界 这些 诱惑 人性的欲望 遮蔽了你这些 这个善良 这些明德 所以呢 经常呢 实时的 要去擦干净它 要去擦亮它 明呢 就是擦干净 明 明就是明亮的明 还有一个明 明德 本事具足的 这个干净的一个心灵 然后呢 明前面这个明 就要让你实时的去擦亮 明明德 这个美 就是也是美德的意思 这个是美德 有一个很好的德性 美德之后呢 那这三个字啊 正善美 这三个字在一起 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干干净净的 这样一个和谐的一个生态 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所以呢 这个良知方面呢 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 为什么叫良知呢 良知本身就是你心体里面的 审视的 这个标准 这个判断的一个道德标准 所以说呢 你是这个是自觉就有的 那所以说每个人的内心呢 其实都是本来就是应该有 真善美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 因为有些这个凡能啊 有些能性啊 有些欲望遮蔽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去 这个经常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我通过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学习 我们共同来打造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项目 一个氛围 那么我希望呢 这个真善美呢 你的初心 你的本源 本事具足的东西 这个明德呢 你去找到它 然后呢 一旦万一有一种 这个思维出来 跳现出来 不好的思维 跳现出来 你记住呢 经常的去插量你的明德 明明德 所以呢 真善美呢 这样的就体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这是我们也是凯利一家人 凯利一家人啊 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规范 道德标准啊 一个善良的心 然后呢 我们去追求这种美德 这样呢 我们这个才能不违背我们的长期主义 叫平衡共生 对不对 你像这个全球这个宇宙的这个生态啊 都是自然演化平衡共生出来的 所以呢 长期主义 这个里面的意义呢 深远 只有我们在 有了一个准则去 一个规范啊 大家去遵守它 然后呢 并且呢 本事具足的良知体现出来 真善美体现出来 那你这个项目 才会走得更远啊 走得更远 所以当你如果说 一旦遇到良知没有了啊 真的真善美也没有了 丢弃了啊 有些急功精力的情况出现了 那么我们还有 我们的除了自力不行了 体力也做不到 正力呢 就会出来 所以说呢 我相信呢 我的所有的一切一切 就是为了围绕我们的价值观 围绕我们的使命 围绕我们的愿景去做了这样 这个整个一个思路啊 所以这些规范也好 这些价值观也好 也应该深入到我们每一个 做一个凯利人啊 你应该深入到你的身心里面啊 死死的去插量他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照我们的准则 这个游戏规则啊 我们去做 哪怕我们自力性不强 那我们团队还有铁力啊 团队的体力也做不到 没有去宣导 那么我们还有政策 啊我们还有政策与程序这个规定啊 这个规定啊这个距离 所以呢 希望凯利呢 所有的伙伴呢 去遵循他 这个呃 一家公司啊 他从零到一的突破 从普通的增长进入到快速增长 这个速度要来了啊 那么整个公司要快速拓展的时候 这个呢 实时的要去这个去提醒大家啊 这一点呢 希望每个伙伴呢 传达给你的团队伙伴 如果今天没有来听这个注目呢 也要传达给他 公司呢 是这样的原则啊 是这样一个精神来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在这个原则 这个精神指导之下呢 我们才能把凯利这个项目 做的长久啊 就是我们的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那么今天其实这个内容呢 不是太多啊 那对这个政策程序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通过 这个后台 backoffice里面啊 大家可以去看啊 去看到我们有这些 呃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跟客服去要 其实你的后台就已经有了 有了的话 你去你去点开来就可以看啊 希望大家呢 也去了解一下 特别是对于有有些章节啊 有因为政治程序里面 归多了很多的章节 有退换户的要求啊 政策啊 那么对于这个特别是 我们讲这个政力啊 涉及到有这个团队发展 这个快 转换团队的规定要求 跨团队推荐 不正当诱导 这些违规行为 我们是如何处置的啊 希望每一个伙伴呢 你呢也是呃 如果身边发现了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的啊 他有个因为有个三十天的 这个三十天的这个规定啊 你要在三十天之内呢 就是要举报给公司啊 并且呢发到这个例证的这个邮箱里面啊 我希望呢 这样的事情呢 每个人自立之后呢 减少这种事件的发生啊 这这这些事件经常发生呢 对团队 对个人啊 对公司都是不利的 会带来呢 严重的伤害 所以呢 希望如果说 你爱你自己 或者你爱你这个团队 你爱凯利公司 那么你呢 就不要做出这样伤害自己 伤害个人 伤害团队 伤害公司的行为 啊 你今天到严重的在伤害公司了的话 那公司呢 肯定也是有一个标准 有个准则去执行它啊 对应的出发 所以呢 这个警钟呢 要时时敲响啊 每一个团队领导人 特别是优秀的团队领导人呢 希望大家以这个知情合一 自良知的这个心态来做 自就是你的行啊 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当中就要 体现出你的本事具足的良知 良知的话 就是你心体里面的良心 和道德标准啊 这个是自己内心 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准则啊 这个天性里面 本性里面的一个准则啊 这个道德标准 这样才能做到知情合一啊 所以今天这个发展 来讲到的这个良性发展 也是让大家从知情合一开始啊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是比较简单 我还公布一些信息啊 公布一些信息 那这个公司的这个邮件呢 还没发出来 那我公布一些重要的信息 什么样重要的信息呢 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考虑到疫情的情况 我们呢 对于这个9月啊 本来预定在9月 开业的一个庆典 我们将延续到12月啊 12月呢 就是举办啊 也考虑到很多华语市场的一些地区呢 签证啊 各方面在近阶段呢 都不是方便 那么我们延缓了这个时间啊 在12月份在拉斯维加斯举办啊 那么这个时间呢 他呃 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举办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呢 我们考虑到有些更多的额力的一些伙伴 能够尽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参加我们的盛会 还有一点呢 主要对钻石 第二点就是延续到第二点 对钻石能够拿到更多的20倍的股票 如果不到达现场是10倍啊 最高 如果到达现场的是20倍最高 那么钻石的这个达成的要求 我们延续到9月30号啊 本来是到6月30号就截止了啊 就是在活动期间 百乐腾飞里面活动期间 如果达成董事钻石 我们有个考核标准 那么对冲钻的这个能源啊 我们把活动时间呃 这个盛延到12月份举办 所以呢 我们把钻石还可以增加三个月的时间 去冲钻石 那么如果说9月6月30号 你的旅游积分结束了啊 你还有一点时间吗 这个旅游积分的话 我们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二十来天的时间 二十多天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期间 你达成的旅游积分 获取的战士股份公司免费赠送的股票 你要达到最高20倍的话 你达到那个1799这个旅游积分以上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机会冲刺20倍了 20倍一共为什么呢 你现在如果说四星五星啊三星啊 啊或者说有一些更厉害的这个leader进来刚刚进来 那么在有三个月的时间啊 有七八九三个月的时间啊 又将近这个90多天嘛 让你再去冲刺赚蛇 那么你的同样的这个你是董事的话 你只有最高是2.5倍到5倍 那么你一下子腾飞到20倍的话 最高腾飞到20倍的话 那你的这个同样一份一份工啊 获取的利益啊 免费赠送的股票就更多了 这个呢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利好消息 既然我们这个活动也盛延到12月份啊 举办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钻石啊 这个钻石在百乐腾飞期间 加上直到9月30号之间你只要达成钻石的 你的理由积分免费赠送的股票 都可以按照达成钻石的标准来赠送啊 这个大家听清楚了 这个是对大家非常的一个利好 因为有些伙伴也积累了很多的理由积分了啊 那么他现在是董事 他是董事的话 那他想充斥钻石 那就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还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啊 因为后面延长了三个月的时间啊 这个是对大家扩展团队啊 我现在看到凯利目前的形势正在要腾飞 真的要腾飞了 这个就是我前面制定的计划 从新虎到腾飞啊 再到将来的满天星计划 这一步步的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执行啊 所以呢大家伙伴们 资新合一良性发展啊 这样的话呢你按照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凯利公司 做出来一系列的行为啊 我们现在帮助到大家的这些呢都是考虑站在这个我们品牌经销商的角度 如何来帮助到大家扩展市场 并且让你获取的利益最大化啊 因为我们在百乐腾飞里面本身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拓展奖啊 我们的分销奖啊的增加接近double 然后呢上倍我们旅游积分又是出来那么多 然后呢我们旅游积分又可以去参加活动 又可以有名车名表啊 啊有可以有呃iPhone14这个抽奖 还有美能有千年的美金的礼包啊 啊所以说呢这些行为都是凯利公司不断的拿钱出来做 然后呢把第一年的营业额拿了300万美金出来 再成立钻石股份公司 再去购买KOS欧拉奥格尼克的A人的股票 所以呢这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就是帮助到大家 在同样做这个业绩的时候 让所有的伙伴呢在这样一个机器满满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角度 去帮助到大家 所以呢这样你去解读啊 解读凯利这个项目 你才知道凯利也是自良知的 对不对 凯利就是做这个项目啊 就像我们道克特林一样 我们如何来做这个项目 如何他的经营当中就是什么样来成功呢 他也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啊 长期主义者 所以呢他在平时的话 他就说哎对自己扣一点 对别人好一点 永远是这样的这个这个想法啊 那么当然他创立这个KOS也好 创立其他的Flash也好 这些品牌啊 创立私益也好 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品牌合作商 我们今天能够这个有这个机会啊 加入到凯利这个项目里面 那么你能获得的啊 因为一切美好才刚刚开始 你将来的这个在这个长期主义里面啊 我们只要把凯利这个航空母舰富豪 达到这个全这个凯利一家人平衡共生的话 那我们未来的这个美好还在后面 所以真善美啊 这个美就是美德 还有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都在里面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个推行出来这些项目的这些 呃有有利市场的这些点啊 大家呢呃利用好我们这些有利的时机点啊 有利的这个价值去帮助到伙伴呢 一起来发展这个市场 那么对上面的这个内容呢 公司呢会在一周以后啊 一周应该有一周的时间会把这个具体的举办时间也会通知出来 那么今天呢先向大家呢剧透一下这个情况啊 有正式的通知会给到大家 希望呢我们每位伙伴呢 今天经过今天我简单的呃一个简单的一个内容的介绍啊 你也应该明确这个公司的用心良苦和所有的为我们整个凯利事业的良性发展啊 呃所带来的一些呃给大家的告知大家的一些信息啊 凯利呢正是把每一位伙伴不管是leader啊 当作自家的孩子啊 自己的身边的伙伴一样啊 我们建立一种良好的伙伴关系啊 每一位凯利人呢都要有一个伙伴关系的理念 希望大家呢在凯利事业里面呢收复成功啊 以挑战为使命和你一起呢来创造奇迹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